多伦多一半的新公寓投资者正在亏损 在多伦多做一个公寓投资者越来越难了 CIBC和研究公司Urbanation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份报告称 去年,尽管租金飙升至新高 但在大多伦多地区新建成的抵押公寓中 超过一半的投资者仍在亏损,损失惨重 2020年,这类投资者的平均月薪为63美元 到2022年,他们每月亏损223美元 早期数据显示,到今年第一季度 亏损增至每月400美元 报告称,这一群体中约11%的人每月亏损1000美元或以上 报告称,虽然租赁市场在2022年复苏 租金创下新高,但随着利率飙升 抵押贷款成本的上升抵消了这一增长 导致新建公寓的普通投资者 首次出现负现金流 大多数共管公寓投资者72% 购买新公寓 因为从预售到竣工所需的时间 通常约为5年 应该足以让租金上涨 以支付所有权成本 这一次,随着加拿大银行将利率 从0.25%上调至4.50% 抵押贷款成本超过了租金收益 预计情况还会变得更糟 2022年标志着负现金流的转折点 随着过去几年在市场高峰期向投资者预售的价格 越来越高的新公寓在更高的利率环境中竣工 预计未来几年负现金流将恶化 这很重要 因为共管公寓对多伦多很重要 在北美最紧张的租赁市场之一 这里的共管公寓在全国住宅建筑中所占份额最高 报告称 多伦多的住房供应继续紧缩 现房销售正在反弹 但新房上市数量 已降至1991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高水平 除疫情暴跌外 建筑业也没有填补这一空白 报告称 2022年人均住房完工量降至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使多伦多在主要中心中排名最后 与此同时需求激增 加拿大工商银行早些时候的一项研究表明 2022年加拿大的永久和非常任新移民人数接近100万 预计今年会有更多 其中三分之一可能会在多伦多结束 租赁投资者占多伦多共管公寓总存量的39% 占过去五年建造单元的近60% 报告称 投资者需求对住房供应至关重要 如果投资者不购买 开发商就不会建设 报告称 未来几年较低的利率和较高的租金将减轻对共管公寓投资者的影响 但不足以阻止他们的现金流状况恶化 它的未来取决于公寓价格和利率 如果投资者认为价格上涨从长远来看是值得的 他们可能愿意坚持下去 作者表示 更大的问题是 投资者可能不再能够或愿意像过去那样购买公寓预售加拿大的银行 正在为未来的经济风暴做准备 这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上周公布盈利的五大银行 在2023年第一季度共预留了33.7亿美元的贷款损失准备金 比上一季度多了10亿美元 比去年多了近13倍 所有银行都指出 北美商业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上升是增加准备金的原因 即银行为可能出现坏账的贷款流出的金额 在五大银行中有四家未达到盈利预期后 银行股下跌 分析师表示 银行股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Veritas Investment Research Corps分析师奈杰尔德索萨 Nagel De Souza表示 总的来说 银行近期面临的不利因素和不确定性比顺风更多 总体而言 我们认为 就其股价而言 我们更接近该行业的底部 而不是顶部